她說的 她想請問一下保險專家 她的公司買了就是包含這個醫藥費的責任險之後 再買了一個勞工賠償保險 那這個有沒有必要 會不會是已經買重複了 關於醫藥部分賠償部分呢 我們趕快請出複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 事業惠林小姐的幫忙解答 尤小姐您好 早安 你好 早安 她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很多人都會搞不清楚 因為都看到說 這個medical pay就是醫藥費都已經有了 何必再重複買 那不是浪費錢嗎 那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這個保單 一個責任險是對別人的第三責任險 也就是說不是你自己 她是賠給外面路人的 郵差來送信啦 你的客人上門不管吃東西買東西 或者是只是走一走滑一跤啦 她在你的這個店裡受傷了 她覺得精神上受傷 或身體上受傷 這個要賠給人家的醫藥費的 責任險是賠給外面的人 不是你自己人 那她剛剛講說這個自己的員工 員工是你花錢請來的 他就是你公司的一個部分了 所以員工算你自己的人 你的醫藥費的這些責任險是不賠給你自己人的 所以在員工的部分 加州是很嚴格的強制險 只要是員工的話 你要買勞工保險來保護你的員工 員工不管是受傷了 還是他發生任何在意外 只要是上班時間 你都要有員工保險來陪他 來保護他 所以這是兩碼則是 一個是賠給外面的路人 外面的客戶 外面的第三者 那一個是保護你自己員工的 他算你自己人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保單 所以沒有重複購買 一樣是在保這個醫藥費 但一個保別人 一個保自己是兩碼則是 聽起來就是保員工可能賠償的可能性還大一點 保外面的路人這種賠率高嗎 如果就是有些朋友就覺得說 反正賠率也不是很高 我就乾脆就是覺得自己萬一 不會有這種事情出現不買呢 你是覺得這個要買嗎 還是他的保費會不會比較高呢 外人都是很難不知道開門做生意 牛鬼蛇神到底誰走進來 這個賠率高不高 如果是medical pay 他剛剛講的醫藥費的部分 是不需要誰對誰錯的 比如說這一個小朋友就是進來玩 玩的時候他看到旁邊有人端著一個火鍋 他就是衝撞過去 然後或者是呢 衝撞過去被燙傷了好了 或者是明明知道火鍋很熱 但偏偏有人在煮火鍋的時候 他讓那個湯汁噴起來 撒到他的臉上 那愚蠢 或者是笨 或不小心這件事情是合法的 他在你店裡合法的受傷了 他不是故意要去惹你的 他只要是受傷了 沒有誰對誰錯 有可能外面輕盆大雨 他穿著高跟鞋 他就一走進來滑一跤 或者是你撥一擦很乾淨 他就沒看到 他就是邊聊天邊走路邊走跳 然後就是一頭撞上去 鼻子撞歪了 只要是醫藥費的部分 保險公司一看到的帳單 就會趕快付給人家 因為他就是受傷了嘛 沒有誰對誰錯 店家沒有錯 你的員工也沒有錯去害人家 走進來的人也沒有錯 對 沒有人做錯這事 他就是意外產生的 他都是會賠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通常房東會一定要你買 因為他怕你不買了 人家一受傷 他就告房東了 你這個樓梯是不是有點歪壓 其中有一階少了一公分 導致於他下樓梯的時候 會滾下去呢 房東怕說這個責任 會連帶到他身上 他會要求他的 房客全部要買上 這個兩碼則是 而且呢 其實費用是非常低的 你一天可能一塊錢 兩塊錢可以搞定的事 又是半杯咖啡的錢 半杯咖啡的錢就可以幫你承擔這麼多的責任 真的是一個好的選擇